李姓男子7年来犯下多起恐吓汉侵入住宅窃案,去年4月还在新北市微风运河停车场迟到进行落单女子,警方虽在现场留下的今夜踩导DNA,但缺乏她的对照组迟迟没办法锁定她设案,直到最近一次窃案踩到DNA裁破案,是意图IngeMage分享。 李姓男子7年来犯下多起恐吓汉侵入住宅窃案,去年4月还在新北市微风运河停车场迟到进行落单女子,警方虽在现场留下的今夜踩到DNA,但缺乏她的对照组迟迟没办法锁定她设案,直到最近一次窃案踩到DNA裁破案。 李姓男2002年闯空门时,不但偷走女巫主的钻戒和金项链,还把女佣内裤套在熊玩偶胯下,然后持刀割破玩偶胯下,在玩偶身体里留下今夜。 2013年4月间,她又将沾有今夜的女性内裤挂在停在路边的汽车上,还留字条说我要疯狂地猛干你的小营布,不停地抽插你的小营学等语。 李姓男诡异行径吓坏不少女性,甚至去年还有一名落单女子在被她持刀架住不自止轻逼迫打手枪。 警方虽从今夜踩到DNA,但比对资料库未发现符合对象,加上当时天色昏暗,迟迟无法锁定她设案。 直到去年一起窃案踩到她的DNA鉴定后才让所有案件明朗。 李姓男子到案后,公称当时很久没有黑羞,看到郑妹就忍不住犯案,但便称只有请对方帮忙手淫。 否认止轻,对于其他的案件则是必重就轻,便称时间太久忘记了。 新北地检署调查后认定她设犯无起侵入住宅窃案,两起恐吓和一起强制性交嘴,出其中二起窃盗,一起恐吓于追诉其不起诉,其他全部起诉。